但神的祖父在印度的行动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 我看到那个Stanley弟兄刚刚在流泪 从印度的祖父进到祖父的恢复是1972年的时候 他们进来之后就开始为祖父在印度的行动台 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把书报送到印度去 那个时候在印度没有任何组的见证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有读过《尼泊森之兄》的书 《约常的基督徒生活》在1957年 所以就有一本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其实英文版是在1957年的时候梦买出版的 然后借着把这些执事的书报送到印度去 在梦书族兴起了一位弟兄 在1983年还有1984年的时候 他来到大文医区 看见了道会生活 他也参加了李弟兄两次生命读经的训诺 但我们提醒了他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必须读读经的书报 你回去就要翻译知识书报 并且推广知识的书报 其实这些主在印度的行动 还是开始于树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说 对我还有对印度的弟兄们 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站在树里到围 在这边见证 我们的灵是喜乐的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可以进到我的感觉里面 但是我觉得太荣耀了 经过了40年之久 我们可以站在这边 从7年开始到今天2024年 经过了50年 我们可以站在这边见证主在印度的行动 我们准备了一个简报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在印度的简报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在印度行动的简报 我们主要分享 从三方面来分享 从历史方面还有驻行动方向 还有最后带导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宗教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印度宗教的分布 你知道在印度的人口是有14亿5000万人 那有75%接近75%是印度教徒 那这个回教徒呢是占14% 那这个回教徒呢是占14% 那里面有90%是迷信的 那其实超过九成的人呢 都是不信的 放着并罚祷告 借着福音余兮都能够得救 然后第二次 eliminating 目前在印度有208处的召会 那你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召会都是在南印度 有一些在北部 那有一些少数的是在东北部 你看印度整个中北部是没有召会的 但是那个地方乃是说印地文最大语人的地方 那主在印度需要得着更多说印地语的人 那下一页可以看到主日平均是5477位 那在召会生活下一页可以看到是有9359位 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中 可能啊你弟兄啊经过印度有3次 那这个照片的所在地呢 大概是在南印度有一个地方叫Kunnu 那有一个英国的弟兄来印度啊办训练 那你弟兄呢也被邀请到那个地方去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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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尼弟兄先来到印度的南郊? 有一个弟兄在印度非常有名的叫做巴克星,他开始他的指示在迁南这个城市,工作的工会的弟兄 他那时候对尼弟兄的指示是非常的惨开的 这位寻求的弟兄,他也去过菲律宾 所以,他可能会有很多可能性,他可能会去Chennai,去Chennai,去Chennai,去Chennai 很有可能,他是先经过Chennai,去Chennai,去Chennai,去Chennai 那正常基督的生活是在1957年,英文版在印度莫满足版 Praise the Lord from 1978, saints in greater Vancouver area, where Canada started to send books to India 在美主1978年开始,大温地区的圣徒开始为印度祷告,并祭送书报至印度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讲的讲座,我们下个讲座 我们下个讲座的讲座,我们下个讲座,我们下个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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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83到84年的时候,有一位南印度的弟兄,读到指示书报 也来到大温地区,徒了八个月,回去之后在1988年的12月,兴起印度的第一次的召会 1991年,我们知道Robin Fenwick这兄弟就开始定期的去访问印度 他是一个疯狂的加拿大人 他在印度就像一个印度的弟兄 他在那边是成为印度人 他可以吃印度的食物 他旅行的时候就像印度人 我们可以见证,不是他,乃是基督佛在他里面 因为这位弟兄有这样的生活 借着他的生活,主就得着了一般寻求者 在1996年的时候 有另外一位弟兄在千乃的地区 他去台湾的时候就看到那边的照会生活 那借着他呢,他回到印度的时候 有五个照会就被他兴起来了 在1995年的时候 李弟兄就交通到在全球要建立二十个高峰真理书房站 就包括了印度 在1996年的时候 其实余杰林弟兄也正式的来设立印度的福音书房 那时候是在印度南方的城市叫做Trabendum 在1997年的时候 台湾福音工作就正式的拆遣同工到印度正式开工 从1997年直到如今 每一年都有台湾的同工拆遣来印度 那我们从他们也接受到许多的帮助 2003年印度雷马直视书报正式开始 那那个时期之前 都是在印度的南方工作 那南印度人呢 不太喜欢搬到北印度去 因为北印度跟南印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那个时候主在圈南这个地方兴起了一些情形 那个情形发生之前 所有的行动都在南印度 那因着那样的情形呢 主就把南印度整个行动搬到北印度去 那时候有一班同工们也搬到了北印度 书房也搬到德里去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非正式的训练中心 那我们也可以见证那真是神的行动 那因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可以向许多不信者传扬福音 那感谢主今天呢 在新德里造会有超过450位的圣徒 在2010年的时候 全时间训练中心在印度新德里正式开始 那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有一方面呢 那有一方面呢 我们有这个训练中心 那有一方面呢 我们有这个训练中心 那我们想要从这四方面来交通 印度行动的方向 那我们想要从这四方面来交通 印度行动的方向 阿们 就像耶稣亚弟兄刚刚说到 1970年代的时候 阿们说呢 有弟兄们在这边就寄送书报到了印度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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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书报啊 是带着直视的 那个时代的直视去 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 这个圣经呢 是翻到了印度文其中的一种 一种印度文 那借着的我们执事的书报 到印度的时候 主的行动在那边也加强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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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负担呢 就是把这个书报 敞开的书报 翻译的书报 能够给到当地的印度人 阿们 圣徒可以被这个真理 神的话所构成 那你也知道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 在印度有超过122个主要语言 我不是讲方言 我不是在说方言之间 是语言 有122个语言 但是这个官方语言呢是有22种 那最大的一种语言叫做印地文 有8亿人口讲印地文 那对于加拿大人口是超过了20倍 所以印地文人口比例是加拿大的20倍 如果我们翻译到印地文加上印度11种其他语言 大部分就可以把整个14亿人口 一面呢我们翻译着指示书报 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翻译恢复版圣经 我们也翻译到印度的四种语言 那另外三种语言正在翻译上 也包括最大的印地文 那印度有一个语言呢 它叫做Kanada 不是加拿大 那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Kanada这个语言呢 能够翻译完整 那这个印地文的新约恢复版圣经呢 明年底应该会翻译完整 那这个印地文的新约恢复版圣经呢 明年底应该会翻译完整 那这个印地文的新约恢复版圣经呢 明年底应该会翻译完整 弟兄姊妹请为我们的翻译工作祷告 那圣经呢 不但有新约也有旧约 那有三种大大的语言呢 叫做印地文 Tamiel 还有Telibu 这些翻译者先需要学希伯来文 那学希伯来文需要两年 然后之后至少六年呢 要翻译这个经文加读解 那我们也有负担要翻译这个生命读经 我们也知道它是主辉复的负担 然后进到圣经 是借着生命读经我们可以进入圣经 那我们现在也翻译到七种主要的语言 那其中一种语言 有一种语言呢会全部翻译完成 今年零之前 那诚信圣言呢会翻译到印度的九种语言 包括英文就是十种 这个八别的情形呢 在八别呢是有混乱 因为有不同的语言 那感谢主要把我们带到五旬节 大家都说一样的话 都说一种的语言 能够进到一个水流里 借着这个执事所开启神的话 能够进到同一个执事里 所以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 然后为这个翻译还有这个发送书报祷告 上 criminals 下满色 在上满色 下满色 下满色 再下满色 下满色 好,弟兄姊妹,那這裡就是介紹一下關於造會建造的部分 就像一開頭弟兄們帶給我們這個數據,總共有208處的地方教會 平均的主日處的人數大概在5400多位 所以我們從這個數字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雖然有許多地方教會,但是大多數的人數都不多 想為了加強主在印度的行動 許多重大的城市就需要有鋼場的見證 那目前呢,超過百人數的非常有限 主要的就是在新德里,452位 在新內有大概340多位 海德拉寶大概有200多位 其他的還有一兩處有超過100位 在印度還有許多重要的城市 他們需要為這些城市的開展還有見證有祷告 這些城市能夠成為一種的模型,然後主的行動可以借著他們再繼續的往前有開展 所以這些城市能夠成為一種的模型 所以在這些模型的教會 神能夠有更多的活動 再往下 然後再來就是擴展見證 再往下 再往下 弟兄們一開頭也給我們看見 這個地方造會 在印度的地方造會是集中在南部 東北還有小部分在北部地區 所以特別是在北部的這些區域 極需要有主恢復的見證 所以我們在印度的弟兄們也在身體裡有交通 我們盼望這個各個邦的弟兄姊妹能夠拿起這個負擔 能夠前往到鄰近的邦有開展 所以我們希望 一些地方的聖人 可以拿起這個負擔 從祷告開始 借著發送聖事的書報 借著找到一些可牧尋求真理的人 那聖徒們也拿起負擔能夠地勤地訪問他們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些可牧尋求真理的人 那聖徒們也能夠拿起負擔能夠地勤地訪問他們 我們要求主能夠加強特別在北印度的開展和行動 所以我們要求主能夠加強特別在北印度的開展和行動 使國度的福音能夠傳遍居人之地 讓神聖徒們的聖徒們也能夠傳遍到聖屋地面 那聖徒們也能夠傳遍到全地的聖徒們 那聖徒們也能夠傳遍到聖徒們 再往下一頁 是下一頁 這是剛剛弟兄所提到 我們從南部有交通接著配搭擴展到其他的方 這是什麼弟兄們所提到 所以借着Rima的书冒序,然后借着同工以及圣徒们的访问,进一步牧养在各个邦里面, 再往下一页,第四个方面就是关于下一代的负担,因为主在印度的行动已经至少近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主也得着了相当的下一代在照会生活,所以特别在疫情过后,弟兄们相当着重要牧养下一代青年人。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有许多实体的训练还有特会。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数是逐步的增加。 然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的活动,每个月,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增加的。 在去年二零二三年底,我们有一次全国性的训练。 所以在去年二零二三年底,我们有一次全国性的训练。 我们有七百职聖徒,三百五十位的大专,三百位的青少年,总共一千三百位一同有份训练。 所以丁姊妹,我们记得在印度造主日的人数是五千四百位。 所以您记得,您记得,有参加这个训练的至少就一千三百位。 所以从这个比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印度是有许多青年人。 所以从这个比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印度是有许多青年人。 所以从这个比例我们就知道,印度是有许多青年人。 弟兄们也跟我们交通,今天照会也需要年轻化。 弟兄们也跟我们交通,今天照会也需要年轻化。 这四百万万人平均年龄28岁。 您可以想象中一个税联合于1.4百亿的大量, 这四百万万人平均年龄28岁。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并且我们也要开展再得着青年人,我们必须再发展更多的青年人。 这个是今年,就在五月的时候,在南印度的Chennai造会有了一次儿童品格园。 所以在五月的Chennai,我们有一个性格的训练。 这个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是一个影片。 这是一个影片。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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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主。没关系。 你看这个儿童是非常地可爱的。 那前面呢,在带领他们的是谁呢? 是照会的青少女。 你知不知道,谁是站在前面,带领他们去看? 这些是青少年人。 所以一代照顾一代。 所以你会看到,世代后世代,他们会担心一样。 下一页。 这个也是在以后的五月份,我们有各区域性的青少年训练。 全国分做几个区域,轮流的举办这个训练。 下一页。 这是在南部的大专训练。 这是在南部的大专训练。 这是在高学生学院的大专训练。 在高学生学院的大专训练。 这是在高学生学院的大专训练。 下一页。 这是去年全国系的大专训练。 这是在高学生学院的大专训练。 这是在高学生学院的大专训练。 所以你看到,这是非常多的青年。 所以,专子妹,我们也探望,有机会你们来看一看这些青年。 兄弟们,我们也想邀请你来,去看这群的青年。 鼓励他们爱祖。 鼓励他们追求祖祖。 鼓励他们追求祖祖。 最后,我们就探望交通道,关于全世界学员人数的突破。 训练中心,在2010年,在新德里,Groogang这个城市建立起来。 2010年,FTPND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在起头,这个人数平均都是在20到25位之间。 在开始,在疫情过后,2022年开始,这里有一个突破。 人数能够超过40位,甚至近60位。 所以,祝祝神,在疫情过后,在疫情过程中,有很多练习。 从40年到50年。 好,下一页。 所以,这是一个统计。 所以,这是一个统计。 从2010年正式训练到现在,有214位的青年的毕业。 从2010到2023年。 我们有214位的训练。 其中56位正在全世界幅属。 那我们就盼望说,要来这个学习,能够再有25位的青年人。 所以,我们的负担是,在下一个统训练,有25新的训练。 他们能够奉献自己参加训练为主所用。 那他们能够奉献自己参加训练为主所用。 好,那请弟兄姊妹能够纪念这样一个负担。 我们希望医生能够记住这些负担。 好,那弟兄姊妹就简短分享一下,在这个印度开展的见证。 好,那我们想要分享一点点关于印度开展的信息。 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海外开展的心愿。 其实看见了许多在海外圣徒的榜样。 简单说,我大学时,但是在大陆读书,但没有过正常的照会生活。 但在一次照会中,我看见许多圣徒,他们藉着参加训练,到海外,无论是服事,或者是工作,甚至是求学。 他们都能够在当地成为活而进贡用的肢体。 那幅图画就非常吸引我。 所以,当我有机会再往海外去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 所以,就在时间里,主就帮我们家带到印度。 那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实在是见证印度人向着主,向着主的话是非常敞开的。 那第一,在开展下,我们需要有许多的祷告。 在我所开展的区域里面,我们是一个新开展的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圣徒,都是新进到照会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和弟兄们一同为这个开展有祷告。 所以,在初期,有很多新的人被邀请。 所以,弟兄们有很多祷告。 我们希望能够在社区里面找到稳定的家。 那我们除了祷告,也约定时间,周周能够外出传扬福音。 那弟兄们他们经过这样的祷告和交通,也领受负担,就愿意一同的外出传扬福音。 那我们实在见证主是答应我们的祷告。 在去年,我们就遇见一位大专生和他的这个家人。 那他的母亲实在是向着主的话,他们家母亲和他都向着主的话抢卖了。 简单见证他们的分享。 当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问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经历主。 那时候我们正进入这个捷径读经训练,神完整救恩的两方面。 就在那个交通里面,他们就被这个执事的解开的真理所吸引。 所以直到如今,他们周周参加我们的聚会,打开一家小牌,与我们一同的有追群。 甚至我们开始了这个生命读经的追求。 这位妈妈已经自己追求完第一本马太福音生命读经。 我们的见证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有一种改变,使他与家人的接触和生活就不一样。 所以 she also testified to us, there is a great change in her divine life. 所以在她的遇到家裡,那是有所改變的。 我們都在各地,把這個解開的話,傳染到各地區。 感謝神,我們可以在每個地方的開展, 我們可以分享如何謀招呼海外開展。 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每一次的大专课会,弟兄们都呼召我们要奉献自己,永恨海外开神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弟兄们教终一句话,余杰林基东说,我们的一生若是能够被主踏过一次,那就有价值了 我记得一段时间,弟兄们说,如果能够被主踏过一次,我们的生命是值得活着 所以那时我里面就有一个激动,主啊,我也可不被你踏过一次 因着了解自己的缺乏,我就参加全时间训练 在当我们结训以后,主就一直在照会生活的范围里面预备我们 然后到了2022年,因着疫情解除了,我们就有机会报名海外开神 所以那时候,和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祝福祂的所在 其实不一定是远渡重阳的高山 所以你也不必须是远渡重阳的高山 你也不必须是远渡重阳的高山 但是,这个诗歌里面就说,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主啊,你要我何去,我就去 你说何语,我就说何语 所以那时有了这个诗歌,作为主对我们的说话 其实那是一句话的音乐,Mind that became the Lord speaking to us 我们就跟弟兄们交通 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你们觉得哪里好,就把我们拆去哪里 那我们能见证,主实在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份祂在印度的行为。 刚去的时候,一切是很不思议。 因为每一餐都是辣的。 当时我时代很累不入,主啊,我何等需要从我自己这个人救到的生命出来。 感谢主,祂有一个适应界的生命。 现在我们没有吃到这个马萨拉,我里面就觉得不对劲。 那我们也能见证,在印度的开展,实在是有祷告那里的话。 我感觉甚至于祷告是基于祈祷、圣灵和语言。 这一过一年,我们从零开始在那边接触学生。 有半年的时间,我们祷告,我们接触人,但没有火效。 但是因着这个身体的祷告。 就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主得着了一位这个萨专的学生。 他事实上,在那个地方每天上学,已经两年的时间,都没有遇见基督主跟他传统。 其实这个人已经在那边接触了两年,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渴求他。 他和他的家人都盼望能够得救。 但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强的印度教徒。 但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强的印度教徒。 感谢主。简单地说,在接触到我们以后,他们一家总共五口,在同一天就受病了。 其实,他们不能够很自由地有份聚会。 但他就说,他里面觉得过意不去。 他说,为什么别人拜偶像,可以光明正大的翻译。 然后我信这位真神,却要偷偷摸摸。 所以他里面实在对主有一个迫切。 在得救以后,他天天读圣经。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就鼓励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继续地祷告。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就鼓励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继续地祷告。 他能够有份与主一同去寻找他所预定的人是何等的有福。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那里,主就有机会可以行动。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我们要继续地祷告。 阿们。 阿曼 阿曼 我自己是從小在教會生活中長大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覺得就像跟我們分享的 我們在高雄中其實看見非常多的榜樣 我的兒童時期是在90年代 那個時候台灣送出非常多人 所以在90年代 在我的兒童的年代 我看到很多人 為了擁有外國人 所以我裡面就有一個夢 我長大以後我也要到海外開 阿曼 我曾經有一個夢想 當我長大後 我也想去外國 所以我就以這個當作目標去讀大學 大學畢業想說 我要參加訓練 然後我要去海外開展 所以我設定這個作為我的目標 然後我去學校 因為後來學校 我會去訓練 然後我可以去外國 但是主席沒有帶領我 就是這樣 好像照著我自己心理想的 一步一步 然後我畢業了 我就去海外開展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就像剛剛我畢童分享的那首詩歌一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 就像我弟弟分享的那首詩歌一樣 主要我們侍奉他的所在未必有的重量 就是 可能是一個我們沒有想過的地方 甚至可能是一個我們一直在的那個地方 但無論如何主就是要得出我們向他的愛 但無論如何主就是要得出我們向他的愛 所以當我在求婚姻的交往的時候 我也是裡面一個這樣子的心願主啊 我的家要侍奉你 所以當我在祈禱和祈禱 當我結婚的時候 我也有同樣的想法 我跟祈禱說 我們裡面有一個心願是 我們願意侍奉主 並且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還是願意赴海外開展 所以當我結婚後 我跟祈禱說 我跟祈禱說 我們兩人都會有想要 擔任職場 和服務人一起 所以經過了很多年的時間 終於在2022年 只帶我們到一個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經過了很多年 直到2022年 最後 祈禱祈禱到一個地方 我們沒有知道 沒有地方就是 男一子的陈南 在那裡是陈南 在東北的印度 剛去的時候 我跟祈禱不一樣 我以前很喜歡吃辣 所以 我從來的教練 我喜歡吃辣的食物 可是我剛去的時候 因為吃太多那些辣的食物 我也就不舒服 所以在初期 我吃了很多辣的食物 我吃了很多 但我就在過程中受調整 然後也接受聖徒人 對我的愛 所以在這個程中 我會被神聚受到的聖徒人 我會被神聚受到的愛 我會被神聚受到的愛 這是我海外開展的開始 所以我會在我初期的 聖徒人的聖徒人 我裡面還是有很多 想要做的事 我還會想做很多事情 就覺得 主啊 既然你把我帶到海外了 那我就想要問你做點什麼 但是主卻好像沒有要我做什麼 但是主卻沒有要我做什麼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會講什麼 我會講英文 然後我跟懂英文的聖徒人 所以我會講英文 我會講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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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外出傳福音的時候 若是沒有其他的姊妹 我其實很難出去傳福音 所以每天我去外出 我會講英文 如果我沒有姊妹 我會講英文 我會講英文 那接著跟姊妹們有交通 她們也被鼓勵 能夠一同的外出傳福音 所以我會講英文 我會講英文 我會講英文 給我們一個家 是一個盛竄的果子 Amen 所以在學校我們也開始回訪 得到一些敞開的學生 Amen Amen 其中有一位職位 她是在其他團體的職位 當我們遇見她的時候 她也非常地敞開 願意跟我們一起讀聖經 當我們邀約她來家居會的時候 她就帶了另外兩個朋友一起來 其中一位又再帶了另外兩位朋友一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週中能夠與這些學生們 能夠有加聚會 所以我們請求她 請求她跟我們一起讀聖經 其中有一位她的姊妹的朋友 她是印度教輩 我請求她曾經提到 有一次當她帶換的室友來的時候 她的室友跟我們做見證 我這個室友不像我其他同學 因為功課壓力大 遇到環境她就抱怨 所以一遇到她的室友 然後她的室友 她的室友告訴我們 她的室友不像我其他同學 她說她在房間裡會呼求 主耶穌 她當她的室友不怕 她會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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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夠與主配合 進到這個校園來得酌他們 Amen Amen 她在哪 她會呼喚 她會呼喚 她還呼喚 她會呼喚 她會呼喚 我们的家庭已经在印度中十二年了。 在这两个十二年里,我可以继续一下两个点。 一是关于神的关系,一是关于爱的关系。 关于神的关系,是关于学习的关系。 十二年前,我们带着三个孩子。 十二年前,我们带着三个儿子。 在第一个月,我们的孩子和我们, 在新德里,在北方,印度是有冬天的。 在北方,印度是有冬天的。 所以我们是冬冷夏热。 其实在冬天,是有冬天的。 在冬天,是有冬天的。 在冬天,是有冬天的。 但是这就让我想到起书三章十五集。 那这就让我想到起书三章十五集。 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所以在外在的环境,就是从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我们就要呼呼呼。 其实,从我们起书三章十五集,我们必须学习向神的名字。 所以,主对这些不冷不热的人呢,在十八节就说,我劝你向我买。 所以在18节,我鼓励你们买的买。 这个买就是我们要出代价。 买,这句买,意味着购买的价格。 所以在印度,我们很难是一个温温的人。 我们要不是就很冷,要不是就很热。 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也会问主说,主啊,我们带来印度。 在寻求的过程中,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来培养下一代。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照会生活中的孩子。 还有许许多多不认识主的青年人。 所以我们在培育,培养,并且陪伴下一代。 其实,我们在训练,并且在训练下一代。 比如说一个见证的,就是在COVID的期间, 其实在COVID之前呢,有一个子妹,她跟着她的家人, 从一个乡下的地方来到Nu Delhi,看她们的其他家人。 那时候,她就得救受祭。 后来因为她是一个短暂的训练,所以她就回到她的家乡。 那后来这个疫情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线上聚会。 那虽然在她的家乡没有太多聚集,但是她可以开始参加这个新德里的线上聚会。 然后周周呢,我也跟她呢,有一些舒暴的追求。 那其实她生活的环境非常困困。 她的爸爸常年在外境上。 那只有妈妈跟弟弟在家。 那她其实常常会被她的妈妈有一些的,就是这个,physical, 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她都转向主。 那在这三年过去以后呢,她也终于从高中毕业了。 她一心一意呢,就是想要搬到新德里的线上聚会。 因为她非常渴望过聚会的线上聚会。 她一心一意要上德里大学。 因为她要去参加选试建训练。 所以最后呢,在这样很困难的环境中, 她终于一个人就坐火车来到新德里的线上聚会。 然后呢,因为她一直都对人很有负担。 所以她现在就是在我们区里面呢,她是照顾一般的青少年。 那个青少年姊妹。 其中包括我两个女儿。 对,他们现在都是同伴。 周周呢,他们都出去传福音。 我觉得这个对青年人来讲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从小我的孩子就觉得, 出外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是很正常的事情。 周周周出去,善人讲真理,传福音。 对呀,然后甚至现在他们自己能够拿两三三的出去。 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有天天的生命读经练练。 因为印第文呢,已经翻译这个马太子的生命读经练练。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十点到十点十五, 天天、周日到主日,我们都一同的追求生活。 所以希望不要只能为印度更多的青年人祷告。 他们已经得救、得成全,能够成为盈督主在的名字中。 他们才能成为Trad 97世祖帝, them will we gain power in God, and will we gain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boat They will become the living witnesses to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做主的见证人 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人 要直到地级 那我们应该应该有14亿的人口 但是许多人没有提过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很多都是印度教 你知道印度教拜神拜得很厉害 他们到底有多少神 人口的三倍 所以他们神太多了 六神无主 所以需要耶稣 所以太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我们接受负担 所以我们接受负担 去到印度那里 我们只是接受基督徒 我们只要对一些 没有听过福音 不过 even when we are preaching 国度的福音 使用的福音 传媒已经发白了 做工的人少 当信求传媒的主 打发工人 请求全主打发工人 现在我们在买川剑,那以后能 gone out into the harvest。 对啊。 阿们啊。 多谢什么?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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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度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 其实这就是印度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我不能停在这里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一个祈求,请求你们继续为印度祷告 请求你们继续为印度祷告 请求你们继续为印度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带逃 第一个,为印度祷告 请求你们继续为印度祷告 进入恢复本和生命读经 第二个,在各地的照会要建立 照会生活的架构和实行神秘利的路 下一,第三,扩展 只有两百多处也少了 五千多人主日聚会,太少了 九千人成群一万人,太少了 只要祷告,需要人前去 每个月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祈祷,我们必须行走 每个月都是通过去祈祷 还需要向灵火坏 二四,应该会为下一代 也出现叶是28岁 大概是25岁以下的,而是半数 Actually,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s under the age of 25. You want to gain the young ones, come to India. Don't be afraid, don't be scared! 那你们上褥下坠啊 那你们上褥下瘸啊 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Jordan他们一家去 虽然吐啊啦啦 待了十二年啦 although they were But the Jordan's family they have been taking turns to get sick but they are still there for the past twelve years 在哪里啊 这是你们送去的 这只是送去的 只有他们一个不行 只有一些人 多送一些年轻人 免长的也可以 要与主行动的配合 第一祷告情绪 第一 财务情绪 第三 人的情绪 年轻人鼓励情绪 免长的免长 温哥佛达 不要只留在Vancouver, 中文是溫暖的 陆溫,其實是陆溫 第一句是溫暖的 你必須去印度 現在是50度 現在是50度的 感謝主,但是可以得到 我們能夠得到人 或冷或熱 我們必須要是冷或熱 我們必須要是熱的 向著主熱,向著撒旦冷 其實我們必須要是熱的 而是熱的 得主年輕人 三個,第一個 祷告前去 最後一個去ピ thirty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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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 我們不會去⋓ 第二個 第二個 二個 爱让你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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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轻 下一句 命令纵 你知不知道 当有危险 其实 有很多人都必须保障 这个物质轻 就命令纵 但如果有 质量的 质量 很少人都会保障 所以弟兄姊妹 去到那里一趟 你的灵就会很重 其实 once you arrive in India 你的灵魂焚烧起来 你的灵魂会被接受负担 现在你会接受负担 就当弟兄姊妹 去到那里就更变印度人了 其实 once he went there 他就变印度人了 其实他就变了印度食物了 其实他就变了更多印度食物 他就变了更多 他就变了更多 其实他就爱到那里 其实他就变了更多 其实他就变了更多 所以国际兄姊妹 继续为印度祷告 祭练继续为印度祷告 祭练在印度这块美地 记得印度这块美地 我们家所特别说 今天这个时候 已经不像从前那个时候 其实今天这个时候 已经不像从前那个时候 我们对待你们会像 对待皇家一样 你会像你一样 我们会帮你 像个罗业的家人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这样吗 没有问题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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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总 欢迎您收到 请不吝点赞